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土地云 灵兽形态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不知道玩家们是否都有看昨天的直播了呢 昨天直播我们是打团体战 那终究是没有打到色围的土地云 非常的可惜 21只竟然一只都没有色围的 几率可做的是非常低 或者是说丹尼的脸真的是非常黑 这一次土地云就是开不到色围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终究会浓到XL糖需要的296颗 所以我们会持续的捕捉 然而因为我们的XL糖也还没浓满的关系 所以今天的影片是由别的玩家来投稿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XL版本的土地云 在目前的大世界龙对战会打出怎样的结果吧 好那我们今天由丹尼的会员Ivan再次提供影片的 那使用的是XL版本的土地云 听说他在之前就已经把它灌满了 那么环境的不同打法跟着会有所变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土地云的实力 那首发是土地云 首先我们第一场看到的波克基斯 波克基斯的话我们小招尼巴斯可以打他杀量非常低 不过我们今天的招式 里面有尖石攻击可以打飞行器 而且波克基斯的出招算是偏慢的 然后这边集到了区域满气之后 使用一个尖石攻击出来 但是可以看到土地云的坦度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在吃到杀娇一次有点头破血流了 本身的属性是没有被妖精给克制到 但是还是有点重伤了 等一下我们再次尖石攻击 对手竟然直接开养度 硬保了这个波克基斯 我们中途让长翔上来 长翔这时候上来的话 对方可能会以为我们是带疯狂福特的 而Ivan这边是挡了对方招式 然后持续打下去对手并没有立刻换脚 波克基斯目前已经没盾了 我们这边继续浓下去 在他准备出招之前我们先来个嬉闹 稍微的压破你的血量 那嬉闹下去之后 波克基斯并没有倒下 血量上还够 这边就有点小小后悔没有配置疯狂福特了吧 因为疯狂福特的话 这个波克基斯肯定会重伤的 导致猖响小招点不下对手 可能还得只得放一个招式 然后对手换脚了 竟然让奇拉蒂娜上来 面对到带着嬉闹的蒼翔啊 这边的切脚并不是特别好 毕竟我们的嬉闹可以打这个鬼龙奇拉蒂娜 鬼龙奇拉蒂娜直接碰了半血 然后我们这边来不及再出招 蒼翔就下场了 但是我们可以让Diavoo卡上来 直接用龙袭把它吐掉 诶不过对手这边想省一点能量 用龙爪并没有收掉到蒼翔 而我们蒼翔枪上是满的 接下来同样的让Diavoo卡上来 直接用龙袭把它点掉 Diavoo卡就变得非常强了 我们流星群可以造成非常好的杀伤力 好看一下对手这一只角色 是Diavoo卡上来的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多浓一点气 然后再用流星群直接把它K掉就好了 OK流星群这时候下去的话 对手因为没有切脚挡招的关系 如果他切脚挡招可能有机会 但是没有切脚挡招的情况下 波克即使这时候上来 我们的Diavoo卡再次放一个铁头就收尾了 这场我们能够注意到土地云的先发 出招速度确实蛮快的 遇到波克基斯的话 可以用剑尸攻击去压破他 不过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波克基斯 扛那个剑尸攻击的杀伤力啦 但是波克基斯他的撒娇 几乎快要把我们土地云点到爆炸了 所以我们这一场再看到土地云先发的一个状况 OK那我们就进入第二场 土地云先发算是蛮万用的 毕竟蛮力可以打一个打带跑 然后换上后面的角色上来轮替 再上来练功 然后再打出一波 其实整体的使用性不错 好我们这一场遇到比较大的克星呢 就是炮武奇亚 本身随系的炮武奇亚能够压制土地云 这边的话完全没有来拖 让我们的地亚卡上来 但是对手也跟着换脚 换上来的是龙头地鼠 龙头地鼠一个直冲钻收不掉地亚卡 而我们可以用一个流星群去压破他的盾 直冲钻下来 接下来我们的血样会被他 尼巴射击直接练功练下去 但是至少压破到对手一盾了 他应该不会想要轻易的让下顺位 毕竟炮起来能够压土地云 所以这边他是绞了一盾 龙头地鼠的气量上也是非常的足 而土地云本身是没有那么怕地面系招射 他一定会选择平伤的炎崩 看一下炎崩的杀伤力 炎崩大概三分之一 也算是蛮痛的 毕竟龙头地鼠本身对岩石系 是没有属性上的加成 Avan这边是稍微开盾保了一下土地云的血量 毕竟我们目前留下的两只角色 都有打带跑的空间 所以土地云留多一点血量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这边使用一个蛮力出去了 那这边帮大家复习一下 其实龙头地鼠的攻击是比起土地云来得低的 所以玩家是可以跟他切起出招的 好那这边对手跟我们的苍翔对决的是梅威塔 那苍翔要打梅威塔 我们有招式上的优势 加上他目前的出招上来说 我们还没出招他已经先按了盐崩 这边算是失误 其实可以等到苍翔竞胜战放完防御下降的情况下 再出招打起来伤害量会比较好 那这情况的话我们竞胜战下去对手也没挡 而且我们这边对手出招的时候 我们偷到一个大声咆哮了 盐崩再次出来 虽然防御下降但是还是坦得住 那Ivan这边很明显的就是要连续两个竞胜战了 来哦那我们第一个竞胜战 对手既然打我们还是立刻补第二个 而对手这边直接放弃了梅威塔 上来的是水龙帕鲁奇亚 但是帕鲁奇亚这边面对到我们的 嬉闹版的苍翔 先要下去之后可以看到他也是重伤了 完全是没有在保角色的啦 整体来说苍翔在一打二的一个实力上来说还是蛮强的 竞胜战本身的杀伤力或者是嬉闹在打龙都很好用 所以我们这一场也算是拿下的 OK那我们进入下一场 今天把这个逆风的情况下交给土地云和苍翔留后 其实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打法 因为毕竟双方都会用一个打带跑的招式互相的配合 而且地亚乌卡在逼盾的一个效果也不错 整体的战术以及阵容上是蛮强大的 好我们这一场看到梅露是顺风开局 然后对手换上来是廖乌莎上来 艾文这边并没有立刻的换角 反而让我们的土地云持续打下去 那这边是集到了两个蛮力之后 先用一个蛮力 看起来应该是要打带跑的 目前想象已经喷了一半 接下来换上苍翔的绝对鸭子 常想这时候上来的话 不怕这个廖乌莎带的小招龙卫 而对手使用了一个流沙地狱出来 这边也说明了他的招式上 应该就是流沙地狱跟逆鸣 因为要码你就配大帝之力 要码就是流沙地狱 那没有大帝之力的情况 哎呦 这边艾文的警觉性非常的好啊 但你刚讲完以为他的另外一招是逆鸣 反而这边看到的是大帝之力啊 原来是一个龙卫配双帝 招式的一个烈鹿沙啊 很特别 但是也不惊讶 那这边算是可能有被吃过一个亏啊 所以到这边开了一个盾 刚好挡到目前的苍翔翔上还非常足 再次看到对手手只脚车是美美塔 美美塔这边我们近身战下去 美美塔直接中伤 那对手来不及出招 我们再一次补你一个近身战 如果他不挡就得下去了 那如果他挡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有非常好的盾的优势 那这边很可惜准备要切脚 让我们的叼卡上来的时候 对手是出招了 只能一个盐崩出来 目前防御下降很多 应该会直接被他打下去啊 那接下来土地云上来 结果对手的最后角色竟然是快龙 但是Ivan这边并没有让土地云的坚持攻击出去 反而让叼卡上来 其实坚持攻击直接出去就好了 因为叼卡直接上来 应该龙袭就可以把快龙点死 这边反而被快龙的流星群给点到啦 哇快龙的流星群好快啊 那土地云终究是上来面对到快龙 坚持攻击下去之后 可以看到快龙也是下去了 接下来梅梅塔上来 而我们目前还有一顿也不怕他出招 但是我们气氧上也满了 所以这边满力出去收掉梅梅塔 刚刚换张叼卡有一点点多余啊 说实在的 刚刚坚持攻击下去 叼卡上来轻轻松松的龙袭把它点死 游戏就结束了 但是没关系 终究还是拿下胜利了 等于说在土地云后面的两只角色 在目前大时间猛 确实也是顶尖的一个宝可梦啊 苍翔跟叼卡算是丹尼心目中大时间猛 必用的两只角色 好我们就下一场 哦这场看到叼卡 叼卡的话算是小顺啊 因为叼卡本身是怕蛮力的 那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土地云本身是没有抗龙袭的一个属性 而艾本这边竟然选择了一个尖死攻击出去啊 看来是想要先防止自己攻击防御下降 顺便逼个盾 对手这边果然是开盾 但是这边并没有开盾保住我们土地云 反而这个叼卡的铁头下来太痛了 想上升一点点 来不及挤到蛮力 导致这边换上了叼卡上来 这算是有点小小的失误啊 其实是可以稍微保一下 甚至有办法再挤到两个蛮力 那这时候叼卡上来 至少有一顿的优势 面对到的是瓜多 但是瓜多就一定用地震震到我们才会输 而我们目前有两顿 绝对能够赢瓜多是没有问题 好这边稍微的浓一下 使用一个铁头出去 瓜多这角色真的非常非常的尴尬 因为毕竟他的火焰犬虽然能量短 但是打叼卡只是平伤而已 他一定得用地震震到 那叼卡有龙袭的高伤害 加上我们的大招 其实都能够给瓜多非常好血量上的压制 所以导致瓜多目前很少人在用 也是因为这样 那蒼翔的存在也导致 熔尾版本的瓜多也很难出来 好这边收掉瓜多了 目前双美盾 那对手再次让地震震上来 他目前是没有气的 可是艾文也知道这情况 气氧上多了一点点 所以这边用一个铁头出去 铁头出去收掉地震震 对方的地震震有点肥料了 目前我们蒼翔 血氧上还非常的满 而他最后的角色也是蒼翔 这边的话来个镜箱对决 这边对手直接跳掉了 有可能是说明了 他是近身战跟疯狂无特的组合 相对的我们今天是有带气闹 不会让自己的防御下降 只要我们能够打到对手 那就是游戏结束的瞬间了 对手已经看到了未来 也就跳掉了 好那我们就进入下一场 目前大石烟盟的阵容上来说 比较固定 大概就是那几只 那土地云是丹丽认为 他也能列入前几强的一只角色 好我们这场遇到的是超梦 遇到超梦土地云比较难打 因为尖石攻击的出招 是比起今天击破来的慢 而且尖石攻击是没有属性上的加成 虽然双方的攻击力都不错 但是对方的超梦 无论是出招或威力 都能够赢过土地云 所以土地云在面对到超梦的时候 都是一个逆风啊 好这边吃了对手一个剑击破 那我们这边使用一个尖石攻击 对手超梦如果不挡 也是会喷血的 看一下哦 尖石攻击下去 对手没有挡 双方血量杖差不多 但是超梦会出招比我们快速 Ivan这边并没有来个切脚掌招 对手的超梦出招了 而我们开了一盾 看起来一定要压迫到超梦的血量 这边再稍微的把气量杖 集到了两个蛮力之后 选择了蛮力出去 然后目前超梦的血量 蛮力应该有办法收掉他 对手这边也挡了 目前双方平盾 然后接下来让我们的地云卡上来 直接点掉了那一个残血的超梦 对手来不及出招就下去了 非常可惜 然后这边遇到的第二个角色是波克基斯 波克基斯要打地云卡 除非他有两盾 不然目前的情况下 波克基斯是占劣势的 他唯一的优势就在于我们隆袭打 妖精杀量不高 但是我们的铁头 破他一盾 再破他一盾 就可以收掉他了 好 波克基斯这边来不及出招 我们铁头再次出来了 目前没有敲到盾 非常好 而且我们目前的土地云是有一个蛮力的 但是很可惜的 这个铁头没有收掉波克基斯 波克基斯是残血 对手使用盆射火焰收掉了地亚武卡 然后接下来我们用蒼翔上来练功 对手并没有立刻换脚 所以这只角色是料污沙那要结束了 因为我们今天配置嬉闹啊 嬉闹大龙刚好 好 嬉闹下去就能够重上这个 料污沙没问题 然后我们的土地云一上来 气氧上满了 直接补你一个满力 完全没有在拖延了 好这场虽然对手的超梦开局是优势啦 不过他刚刚气氧上不错的情况下 被地亚武卡点掉那一瞬间是非常之关键的 导致他后面没有把这个阵局给稳稳拉住的原因之一啊 好那我们这场就收下了 好那下一场的对手 土地云是 哦看到固拉多 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啦 对手固拉多没办法中伤我们 而他换伤的第二角色是洛奇亚 洛奇亚我们可以用监制攻击去吐他 毕竟他是飞行系的 洛奇亚 洛奇亚这边直接选择坚持攻击 等一下应该会让我们的地亚武卡上来 因为今天昌相并没有配置疯狂扑特 好地亚武卡这时候上来了 对手的洛奇亚 本身的龙尾当我们平常 而他的大招大多都是气氧攻击跟神鸟梦击 而他地下竟然直接来真的气氧攻击出来 重伤了我们的地亚武卡 非常的痛啊 那他已经很想要把顺位给拉回去啦 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的地亚武卡 应该就是发两个招式 逼他开两盾 然后顺顺的下去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毕竟吃到了气氛攻击 对方的洛奇亚就有这个操作空间 好对手神鸟梦击 没有收掉地亚武卡 而我们伤害点血量 来不及使用铁桶 好这边下去了 好目前有两盾的绝对优势 土地云再次上来了 土地云没办法遇到顾拉多 有点可惜 然后我们使用坚持攻击的时候 对手竟然让顾拉多上来切交掌招 对手这场把握住整个逆风的时候 有些关键的地方 能够把风向给拉回来 那顾拉多在面对到地面吸招式的时候减伤 所以坚持攻击伤害量还好 而我们这边昌响出招的时候 对手顾拉多还没出招 那我们先给他一个嬉闹好了 能不能收掉顾拉多呢 行到下去 顾拉多重伤了 现在点血量 那这边昌响是开盾了 这边就堵他是地震了 真的是高伤害的地震 接下来应该是有办法大声咆哮直接把他跑下去 对手顾拉多来不及出招 那洛奇亚还在 不知道他最后一支是什么 最后一支角色会是谁呢 还是洛奇亚上了 其实如果你最后的角色剩下苍响跟土地云的话 就算他最后一支是巨型怪 其实我们也不太怕他啦 因为土地云能够压制巨型怪 效果还算是OK 那苍响的话也能够打带跑 但是很可惜的没有看到巨型怪 他最后一支角色是梅威塔 梅威塔的话我们可以用近身战去压制他 近身战连续两发梅威塔要下去了 接下来让土地云上来让苍响本身防御下降的情况下取消 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盾 坚持攻击一定能够吐到洛奇亚 还是能够稳稳拿下胜利 目前苍响的实力还是非常恐怖 有时候你想拿钢系去压制他 但是他有近身战 那如果你想拿龙系的话 就会被他绝对压制 能够完全压制苍响的角色真的非常少 好那我们就下一场 这场刚讲完马上就是苍响了 那苍响这边的话并没有换角 有些玩家在说啦 苍响在首发 比较多是疯狂扑特的 但是他如果疯狂扑特的话 在那边都要土地云 伤害量就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他这边反而是嬉闹的 几率比较高 可以看到他地下是嬉闹出来 好地下有点重伤到我们了 土地云先用一个坚持攻击 毕竟满力打妖精减伤嘛 只能选择坚持攻击 坚持攻击下去之后 对手苍响竟然直接保 好这边我们再来一个坚持攻击 你保是吧 那我们再补你一个 直接压你两盾 如果你要保的话 结果你下去 对手苍响还是持到坚持攻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苍响在那边都要土地云 洗脑版本的应该是蛮有威胁性 而他这边是选择近程站出来 近程站出来之后他换角 让自己的防御下降取消 但是第二只角色 竟然也是土地云零兽形态 那我们先来一个坚持攻击 直接让土地云喷了半血 接下来并没有快速的换角 要让我们土地云顺顺的下去 至少顺下去之后 我们还有换角的空间 在这边吃到一个蛮力周下场 对方土地云攻击防御各下 下降一阶了 这边让我们的地云卡上来 地云卡这边上来的话 一定会吃到对手土地云的一个蛮力 但是防御下降应该还好 看一下蛮力出来 地云卡还是喷了半血 接下来拿土地云练功了 然后他最终角色 哇结果是龙头地鼠 龙头地鼠同样的 我们就是开一个流星群B盾 最后长想上来 到底能不能够一打二呢 目前还有一顿的优势 好对手保了龙头地鼠 但是他这边出招了 硬要收掉我们的地云卡 他这边看起来是切齐出招啦 所以导致于他的CMP是输给流星群的 好这边昌响的话 尽量把气氧上集得足一点 理想上的话 就是一个嬉闹打对方的昌响 然后一个近身战收掉龙头地鼠 在对手龙头地鼠准备出招之前 好对手中途来一个切角 那他换上来的是昌响 但是昌响一上来 想上来也不多 那我们发一个近身战出去 还是有办法收掉他 最后龙头地鼠终究是逃不过近身战啦 这场其实从阵型上来看 对方有昌响 我们也有昌响跟土地云 这样是排开的话 对手是有赢过龙头地鼠对上这个地亚无卡 不过终究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有把握住 穩穩的压下对手 因为我们的地亚无卡 有流星群逼迫到龙头地鼠开那个盾 非常的关键 常想在面对到对手最后的情况下 精神战连续两发还是收掉 好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 那最后一场再次看到超梦 超梦真的是土地云比较难打的角色 其实你假如没有办法抗精神急迫的话 面对到超梦基本都是逆风 好这边对手一个精神急破 直接中伤了土地云 那我们这边忍了一下采用尖石攻击 但是如果你要跟超梦比攻击力的话一定会输 所以一定要在他精神急破出来之前 快点把招式放出去 那我们这场对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他有开盾 挡了那个尖石攻击 所以没办法让地亚无卡上来直接把他点掉 那我们也开了一盾 挡了对手的精神急破 用气氧上尖石攻击的情况下 用一个蛮力 对手换上来是盖无卡 这蛮力可以稍微的磨损盖无卡的血量 然后让 哇结果被他的盘铺点到了 本来以为放完蛮力之后可以换吊无卡上来 面对到盖无卡 那这边盖无卡快速的出招一定是冲浪 不会是暴风雪的 那就不用挡招 剩下他的血量我们用龙洗把它吐掉就好 OK轻轻松松的 盖无卡刚好没有办法出招 目前气氧上非常满 双方一个平盾 而我们这边气氧上非常足 遇到最后的角色 竟然是洛奇亚 目前对手应该很烦恼 因为毕竟 叼卡刚刚那边练功练太足了 而且Ivan选择一个铁头 逼到对手 开了最后一盾 那接下来有办法用一个流星群的 但是对手洛奇亚快速的出招 看起来是神鸟猛级 能否收掉这个刚系的叼卡 哇很可惜差一点血量 流星群终究是K到了 洛奇亚的脸上了 最后苍翔应该会立刻上来跟超梦对决 流星群打下去 洛奇亚竟然没有倒下 哇这坦度还是非常优异啊 那目前是以盾的优势 不挡招 打算把盾留给超梦 可以再稍微的隆一下 本身是不怕隆尾的 对手也快速的切脚 超梦上来了 超梦一上来我们就来一个嬉闹吧 嬉闹下去能否收掉超梦呢 超梦上来点血量 那也没关系 因为目前我们可以用大声咆哮二系打超能力 直接把超梦拿来练功 最后再补一个嬉闹给洛奇亚 游戏就结束了 好这边直接把他大声咆哮下去了 而对手也看到这情况就直接跳掉了 我们就拿下了最后一场的胜利咯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尝试土地云零售形态 在XL的大声咆环境中再次对战了 玩家可以注意到 土地云确实蛮强的 虽然在属性上的招式 并没有属修的加成 但是刚好蛮符合 目前大声咆环环境 所以整体的万用性是非常高的 玩家如果正好缺一支地面系角色的话 丹尼是蛮推荐土地云的 毕竟过多的招式组合 并没有土地云在大声咆那么的万用 所以我们在目前团体战中 玩家如果喜欢的话 也能够尽量的去捕捉土地云喔 那最后的话我们要再次感谢 Ivan提供精彩对战影片给玩家们 当作参考啰 那么本部影片就到这啰 也由于目前的对战影片需要消耗到很多资源 所以丹尼在这边整选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对战阵容 或者是冷门小知识 以及极限挑战的团体战等影片的话 可以提供给丹尼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对战影片的话 建议是提供七场影像 让丹尼可以进行筛选一下精彩的对战 除此之外你要同步提供 IB及角色的招式 然而玩家给我提供的影片 会经过筛选审核之后 成功的话会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机会 影片上传的部分的话 之前有说是在Google云端或者是YouTube 但是发现YouTube的画质可能不太清晰 所以这边建议 统一选择Google云端会比较好 这边也有附助一下要怎样进行上传喔 另外玩家如果从事YouTube频道 或者是活动需要宣传的部分 也会在影片里同步介绍 所以我们这边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啰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宝可梦相关的资讯 不妨可以订阅丹尼的YouTube频道 或者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资讯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斗的话 也能够加入丹尼的YouTube会员 目前有分为粉丝会员以及好友会员 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选择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个小小支持都会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动力 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我们就下个兄弟 我一个朋友 我感谢的 我到半个小时 我到千分岁的一片 我到千分岁里 我到千分岁里 ações时间 已来到千分岁里 你到了千分岁里 我到千分岁里 了一时 我到千分岁里